嗨 大家好 距離上次我上傳Vlog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昨天我決定做一些東西 其實我每天都創造一些東西 你現在聽到的應該是我今年的第一首曲子 來說說最近吧 清明節的假期我去了嘉義 以前很常去 所以一直以來對山沒有特別嚮往 但是最近開始很喜歡在山裡的感覺 我去年還去了野溪溫泉 想像你每天早上起來看到這個景 很喜歡在山裡的地方 我去年還去年還去年 我去年還去年 我去年還去年 我去年沒年 我去年還去年 一些酒 還有很熱鬧的氣氛 我在等霧散去 才能看到玉山 霧整個早上都在 在作曲方面 因為疫情 我還沒有機會跟我的表演者碰面 還好我有一些機會讓我的曲子被演出 在義大利 德國 還有日本 我之後可能會出一個作品的周邊喔 手摸得掉的那種 對了 我開始做台灣華語的 遠圈計畫Podcast 我的小頻道現在已經快要100個訂閱了 然後我得到了一些很棒的留言 謝謝 在生活方面 我快要把碩士課程結束了 我現在可以開車在高速公路上 也對開車比較有自信 我喜歡穿上咕咕給我的鼓掌自拍 我還會讓我唱一張 我還會聽到我的歌 也會讓我享受到 我享受到天下的雨 每天 我來唱一個 讓我唱個東西給你 音乐 音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